大家好 我叫邓敬亚 来自古城西安 今年31岁 邓敬亚 欢迎你 这哥们的睫毛长得像汽车的雨刮器 我妈给我种得好 24位女生对邓敬亚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7号 感觉男嘉宾出来的时候呢 声音红亮 气宇宣扬 那熊啾啾气昂扬的 那个气是挺到位的 看第一条片子 功课男 专攻学术 不善言语 外表沉闷 内心闷骚 完全不懂女生 我叫邓敬亚 大学副教授 从本科到博士到现在 一直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 从事功课研究 但我觉得我算是非典型的功课男 长相中等相当偏上 中等很偏上 长得帅还不够 有的人长得很帅一张子又全露相 自信不足 所以我不光要靠脸 我还要靠点才华 穿着还算会穿 学历呢 那就没有比我高的了 因为我是属于一种丈母娘杀手 但是杀不了姑娘 你拿下姑娘的照片 这多啦 这嘉琳一听我这 我这种状态 再一看我的照片 我老天爷就 丈母娘都已经心动了 姑娘没心动 我周围的功课男都结婚了 我今年三十一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挺苦恼 前一段时间呢 我接触到了一个非常新奇的职业 恋爱咨询师套路很多 无非是教你一些说话技巧 让你做一做屌丝逆袭白富美的白日梦 我觉得都不靠谱 如果姑娘对你没感觉 你说什么都白搭 我的问题在于生活太枯燥 关键是要骚起 我不要做工作狂 生活上也要放得开 我要活得帅 穿得帅 玩得帅 成为一个真正的骚年 让妹子看见我就挪不动脚 看来年轻的副教授 征服了很多丈母娘 你说副教授的体验就哇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一天都各种职称 大家就欢呼 狂闲 黄海老师的职称是教授 黄磊是 我 没有 对 你看人家31岁 副教授大 哇 我44岁 讲师 我1998年17年前就成为了讲师 一直是讲师 我们待会也有职称 初级 中级 你是几级 四高 高级 我初级 初级 我刚20年了 初级 您是郑教授吧 黄海老师 他早就是郑教授了 咱们四个级位者了 郑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我在四个级位者 站齐了 13 男嘉宾 你好 你说你是个功课男 你刚刚说你特别的不懂女生 那我现在想考你一下 如果一个女生他说 你问他晚上想吃什么 他跟你说随便 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他想吃什么呢 他想吃什么不重要 我知道想吃什么就行了 非常棒 对 没变是吧 刚刚女生说随便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在考你 你知不知道平常有没有在注意 他特别爱吃什么 那第一次见面就要说这个话怎么办呢 第一次见面呢 看你是不是能算得出来 到底吃什么 就是看男方对女孩长相的满意程度 如果特别美 吃奥龙 然后如果长得不太满意 小龙 麻辣烫 18号 嗨 男嘉宾 你好 在这儿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特别的好 特别的干净 利落 然后大发 抱大发 你看看 我很满意刚才的对话 这就印了那个相声里边说的什么 你舍得死 我就舍得没 在18号就抱完了问他 然后男嘉宾问一下你的 我跟你说 这是你聊的事 对啊 你到时候要不走 我们可不答应啊 这是你聊出来的事 对 他爆灯这个行为 我挺喜欢的 来 小伙子 你这样 你就引起全国人民对你的不满了 不是 现在如果你问他 他说我对你感觉挺好的 来相亲 来谈恋爱 你说你爆灯嘛 他就啪 爆了 抱完之后你应该说 我现在可以接触环节 我带他走了 你这样就全国人民给你鼓掌 多来信 因为从逻辑上说 如果一个我不满意的女生 说我看着长相我就不喜欢 我绝对不会聊这个话 你说这些是调戏人家了 那就不好 主要是我 那么多朋友录了三条VCR 好 那我们可以看完 一定把它放完 15号 男嘉宾问一下单车的那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有步死飞 跟了我三四年了修修补补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夜骑 我不知道你的单车的话 平时是怎么骑的 是夜骑呢 还是工作上下班骑 还是会骑到各个地方 因为我有个梦想 就骑单车去西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是偶尔骑 就是 其实偶尔对吗 偶尔骑 偶尔骑 我本来想爆灯的 你还说什么 人家都爆完了你说这话 你打算骑到西藏干什么去 就是绕中国一圈 去吧 去吧 从台上牵手完了就去 骑着你的死飞 对 我的死飞 沿着穿藏线 对 谢谢 一路向西 对 我要找到另一个陪我去的 然后去的时候 改名叫胡云着马 好名字 好名字 微博就叫这个名字 很好 然后你说这个名字是我起的 嗯 好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之前在台上来过几个女博士 就让我对那个大家都觉得那个什么第三 男人 女人 女博士这个想法呢 我就改观了 但是今天看到你这个男博士之后呢 我觉得你绝对不是闷骚 你真的是名骚 你怎么知道我后面短片要这种拍的 我想问一下 你是那个恋爱那个什么咨询师 咨询之后你才会 你才这样呢 还是之前你一直是那个闷骚的状态 咨询过后呢 就变成名骚的状态了 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是咨询过以后 弄成这样的还是吗 咨询过以后 火了 到时候你留一个那个咨询师的联系方式 他负不负责售后啊 那个 他们那个 负责 负责 负责得相当好 我经常跟他聊天 我们关系很好 觉得还是可以的 起码来了之后有爆灯了 说明这个咨询多少还是起作用 主要是自己硬件条件也够 你看 听听听听 你看吧 有人爆灯了 他说这是我自己条件好 如果到时候灯都没有 就灭完了 这个咨询效果不明显 然后回去说 退前 你跟那个咨询师关系挺好的是吧 挺好 挺好 外拍导演跟我说 说他一开始对这个表现出 还是有那么一点谨慎的排斥 聊着聊着 聊嗨了之后呢 我们那导演也是个单身对吧 对 保罗 他就跟那个保罗说 你也单身 要不然咱们一块去找那个咨询师 他打算把保罗发展成他的下线 请好 男嘉宾你好 我对你说的那个恋爱咨询师 挺感兴趣的 我想问一下 他主要交由几门课程 那个学费是怎么样的呀 他是管离婚的 律师还是 他教学呢 因为我是 他倒不是像我一样上大班课了 我找的一个人呢 是专门针对我的情况 一对一私教 对 一对一私教 我之前的情况呢 属于我 你们那个课还有实战的是吧 哎呦 你很懂啊 是不是把你要拉到大街上那种的 我经历过那个过程 哦 他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条件还OK吧 但是老有出现一种现状呢 就是我喜欢的姑娘老不喜欢我 然后也有姑娘喜欢我了 但是我不喜欢 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然后我有一次在一个国内大型的门户网站上呢 看到了有一群人在干这样的事情 这一群人呢鱼龙混杂 我就找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恋爱咨询师 他针对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问题出在哪儿 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做好自己 就是我老把注意力放在 放在别人身上 好 就是第二点呢 第二点 是我这个生活维度不够广 就是我太无趣 好 第三 没有第三了 就这两点 说了这两点之后 你给了他多少钱 私下说吧 如果这个超过15块钱 我们就准备报警了 就拍这两个超过15块钱 我肯定能抓起来 男嘉宾有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一名那个大学的教授啊 你有没有那个学以致用 就是学了以后把这个课程带到大学去 从那个就是恋爱的经验从娃娃抓起啊 不要走你的那个弯路啊 不敢说从娃娃抓起 至少都是从这个18 9岁 20岁的这些青年抓起 我上课的时候会说 因为我教的是理工科嘛 他们经常上课的时候状态比较萎 我会告诉他们 你们要嗨起来 要么你们学得很好 要么你们玩得很好 实在不行 你的恋爱经历很丰富 到隔壁的文科院校去泡几个妹子也行吗 他说起来还挺生动的 就是他这样子怎么自己 我生肯是这样 你怎么自己泡不到呢 对啊 所以这个是 对啊 说他自己 咱们节目曾经也来过一个咨询师 你记得吗 他后来我说你都给人咨询多少 我咨询了200多个帮别人 我说那你怎么自己找不着 他说我这就是自己不行 对 就是大夫他不能给自己看病 病不自治 对对对 我们讲我们看看他的情感经历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看下一条 工科院校的男女比例 已经到了7比1 但是不用担心 工科院校的旁边 往往都有一个文科学校的后发员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学长就告诉我 外院的妹子可美了 大二我就找了一个外院的姑娘 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恋爱 路上也通邀别的美女 经常吵架 我们分手以后呢 还跟我的室友在一块 上了延一我又去外院找姑娘 看到一个女生颜值高身材好 我就主动搭设了 她找工作的时候呢 我也帮了一些忙 可是她很爱交际 嫌我管得多 经常吵架 我又分下了 我第三段恋爱呢 是一个女博士 可是她父母看不上我 她父母越看不上我呢 我就越着急在她父母面前表现我自己 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当时我说过一句 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悔的话 你父母现在看不上我 以后也别指望我对他们太好 她很喜欢买衣服买包 可我那时候刚买了房子 没什么钱 我就跟她说 能不能节制一点 她嘴上虽然答应了 但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刷刷刷 我的理想女生呢 要有自己的想法跟追求 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能跟我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我看了刚才那个片子 我也在琢磨 我就在琢磨她那个咨询师 她收多少钱我不知道 开这两条 我想问一下黄瀚老师 你能不能免费给她也开两条 没有 我刚才 我刚才也想挣15块钱来着 我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喜欢的人不喜欢 你喜欢你的人不喜欢 也可能就很简单 你跟她不匹配啊 对 然后比你分数低的 你又看不上很对的 那我跟你说的一样嘛 就是没碰合适的 我觉得你们俩连15都挣不着 是吧 她说说到半天不见 是不是你们没找到合适的 我没有 我没有说就没合适的 我是说她眼光高 她说的是你选择看上的 选择高了一点 你的那些条件吧 就是好像说出来还 你觉得还蛮有底气的 我是个博士 我是个副教授 我是个大学老师 我也蛮帅的 但是 但是 对 就是有的时候 人家看的是 就是他们老感觉我不错 但是差点意思 我凭什么就非得差那点意思啊 我就把它补上 他没告诉你差哪点意思啊 都给我发个好人卡呗 或者朋友卡呗 来 你们看一下这个青年才俊 你们觉得他的问题大概出在哪儿 其实我是觉得男嘉宾的那个EQ啊 可能不太高 是这样的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之前有个男朋友就是这样 就是他会在他妈妈面前对我很好 然后在我爸爸面前对我不好 什么意思 就是他在他妈妈面前对我好 是认为 就是让他妈妈觉得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然后把 然后我把他领到我爸爸面前的话呢 他会对我不好 因为他会让我爸爸觉得就是说 我特别重视这个男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关系处理反了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心眼太多了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的话呢 特别优秀 然后硬件条件非常好 但是可能说就是在某一些的 小细节上的那个处理 可能不是那么完善 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 他也没听懂你说的是不是 对啊 你自己的事 大眼睛 好了 迷茫的大眼睛 18号 我说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然后相处了半年或者一年感觉特别好 然后想结婚 我们有那一步了 然后可能我们的父母不是特别的同意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 我就知道有人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那种那样的气话 所以我觉得真 我还是不会放弃 因为当年我觉得我遇见那样的情况 也是一个偶然吧 我觉得可能是畅母娘可能太挑剔了 然后现在我觉得遇见那种事情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真遇见了 我会坚持到最后 除非女方受不了 她是迫于压力 这个态度还挺坚决的啊 好 谢谢 好 下一条 我哥小时候特别喜欢拆东西 但是每次补装起来呢 都会多几个零件 注定她就是个功课男 她呢是有一点不太自信 每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点紧张 有点想闷乐 但其实她是一个特别闷骚的人 她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非常抢手 所以我们在场的女嘉宾一定不要错过哦 三位有问题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 6号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你那个咨询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男的 安全吗 安全 如果一对一的话她跟女的安全吗 安全 我保证安全 她还替那个人介绍业务呢 她也在发展下线 我可以跟她说说让她便宜点 是吧 我最后想跟男嘉宾说一下 你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要因为我暴灯 我暴灯可能是因为 就是赶到那儿了 顺应民意 然后请你不要顾及就是说暴灯 就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好 谢谢啊 所以你别勉强非把她牵走 她暴灯也不是特别想暴 她也是被逼到的墙角 对 也就是话敢话说到那儿了 对 下回呢第一呢 第一呢你呢如果话敢话 你别逼人家 还有你这个下回别别人 一说你暴灯你就棒 你就棒 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看观众 反应特别的大 而且特别的高伤 你不用管观众 因为这一辈子的事 你不要管他们干什么 这个咱们又不是选班干活 看大家情绪对不对 就是请你尊寻自己内心选的 我觉得这个姑娘特别懂事说这话 我特别爱你 谢谢 谢谢 恭喜您进入到了男生群的上去灭掉 一盏灯回来 我觉得她的那个咨询师在家 如果看了知道 肯定以后拿出去跟吹牛 你看到我这咨询过了之后 你看到凡选了吧 有请18号 有请6号 7号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4号 看大屏幕 你选一项 选第三项 我的生活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三天两头不停 我是一名离婚律师 每天都会处理 大量的婚姻家庭纠纷类的案件 职业需要 我是一个女常人 但是我也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工作很忙 我常常是一个人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也会孤单寂寞 这个时候我就会喝上一杯红酒 然后对着苍天大喊 苍天啊 赐给我一个男人吧 我在北京开了一家美甲店 有时我也会亲自为客人做支架 工作之外 我喜欢旅游 听听音乐 看看风景 准备在北京开始我全新的生活 大家都说我有一张明星脸 说我像杨幂 那我的刘凯威 你迟到了哦 宝贝 这儿呢就是我在成都开的一家 服装搭配工作室 专门提供预约制的VIP服 我会根据客人的风格 搭配出适合他们的衣服 生活中呢我可是一个超级大蓝蛋 如果不看电视的话 即使看到遥控器掉在地上 我也是绝对不会去剪的 我会跨着它走 而且我洗完澡从来不吹头发 只是因为我觉得吹风机实在是太沉了 我的工作是大型活动 以及画展的策划 我非常喜欢这样具有艺术气息的工作 我平时也有空 也跟老艺术家们学习写字画画 由于跟老年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 我也不喜欢用社交软件 与年轻人的生活有一些脱节 最后一个问题 虽然我是一个工科的老师 但是我的女学生还比较多 我今年收了三个研究生 全是女的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以后我的女学生比较多的话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也说了是女学生的话 我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我现在接触的老师们 也都是年龄稍微大一点 有的也是单身 我觉得这个工作呀 什么都是OK的 能理解 4号 我觉得如果我找男朋友 他有就是可能会让我误会的地方 我不会去问 但是我希望得到的是 他用他的行动给我安全感 然后其实这个是相互信任的问题 18号 我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就是会存在一些暧昧啊 或者一些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谢谢 7号 男嘉宾 我的那个圈子呢 主要跟男律师 男律师比较多 主要跟男律师打交道啊 然后经常晚上我一个女律师 跟他们一起共事加班到十一二点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经常加班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工作嘛 谢谢 好 你做决定吧 坚持选择4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室 你做男律师 我想恭喜 恭喜咱们的嘉宾 获得了有足球女王 的二位 我觉得成林在台上比较有气质 然后又是搞文艺的 我本身是以功课的吧 跟他在一块可以沾染一点艺术戏剧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说他自己闷骚 可能是他之前在工作中吧 我觉得生活中的他应该不是那样的 或者就是他通过那个咨询 把他另外一面给打开了之后 就会挺好的 用洗烟话说 终于轮到恶脸 让我们和途牛一起去马尔代夫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